量成二死亦伤的重大治安意外 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 也立刻的派出了调查官 前往现场了解状况立案调查 在下午运安会也出面说明 我们连线记者蔡炳红 好的 主播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多名远警来回在铁道上走动 现场也拉起封锁线封闭铁道 因为在这里发生了严重的治安意外 事发在23号早上8点35分 台铁台东海端站进行倒查抽换工程 工程结束后留下了三名池上公务 倒班工人进行维护保养 没想到却不慎遭到电力维修车冲撞 导致三人重伤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但62年次的潘姓工人 以及55年次的流姓工人伤重 宣告不治 另一名王姓工人则是在抢救后 顺利回复议事 而针对这起意外 运安会也召开了记者会出面说明 马上来听稍早的访问 倒工班他们在做线上维修 也都有正式申请 有经过正常的程序批合 那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不尽事故 这个是我们需要继续去了解的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 看出是有问题 问题的环节 有待我们跟台铁局 还有铁道局 我们三方会很严格的来看 把这些状况把它理清楚 刚刚有提到说 他在申请的时候是有申请保修 那保修是一个申请的选项 另外一个申请如果有影响到 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阵线上面的运转 他其实是要申请封锁 那但是这个部分的详细的内容 我们还有待 如果有立案调查的时候 我们才会进行调查 原来当时电力维修车 正在进行驾驶训练 但驾驶在笔路上供称 没有接获 该路线有施工通知 才会撞击施工人员 但详细的状况到底是如何 还必须要和台铁局 还有台铁道局三方进行调查 才能够厘清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才酿起整起的意外事故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把画面交换给大家